在之前 貌似给大家介绍过两款一键重装工具 SIMINE PREAMP 和 EZRC 那今天呢 就再给大家带来一款 纯净 简单的重装工具 SYSRI 这款软件的作者是B站UP Virtual Hardbar 它开发了另一款软件 Hardpe 应该有不少小伙伴用过 那么SYSRI 一键重装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呢 快来看看今天这期视频吧 首先是使用指南 SYSRI 在使用上非常简单 从官网上下载后 你会得到一个EXE文件 双击它就能运行了 因为重装系统 会涉及到修改启动项等的敏感操作 所以这里软件会提示你关闭啥软件 点击启动程序 回来到软件首页 默认打开的是在线重装 这里MOS是使用了虚拟机作用演示 工作分区 SYSRI的数据存放路径 默认会选择一个非系统盘 一键进入PE 会给你的电脑安装一个PE系统 卸载PE就是删掉这个系统 点击下一步 就可以选择系统了 在线系统默认提供了 微软原版Win7 Win8.1 Win10 Win11 还有一个不忘初心的 精简版Win11 不过我建议把这个第三方版去掉 因为有些人会比较介意这个 下边可以选择本地镜像 支持WiMO ISO ESD GHO 四种格式 当你选择一个镜像后 下边就可以选择镜像包含了版本了 下一步 可以选择安装系统到哪个盘 添加无人直手 安装万能驱动 运行库等 下边这个添加PE 默认是勾上的 你要是不喜欢在本地硬盘装PE 可以去掉 但我建议你勾上 至少系统安装失败 还能进PE 装成功 再卸载也不迟 下边高级选项 可以注入英特尔VMD驱动 或是注入指定的NF格式驱动 在下边还有几个 针对温期的修复选项 准备就绪后 点击开始安装 去包含茶 系统就安装完毕了 如果下载系统时出错 请检查下存放SYSRI的盘 有没有足够的剩余空间 纵观SYSRI的整个重装流程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简单 使用逻辑也挺清晰 但 呃 接下来就是吐槽环境的啊 在重装系统的时候 有个安装驱动 和运行库的选项 够上这个 在我安装完系统进入桌面后 你应跳出万能驱动 和安装脚本 但是 我装的时候比较悬学 有时候有 有时候又没有 除了系统重装 SYSRI还可以制作PE启动U盘 但在我测试中 不管是直接写入U盘 还是生成ISO镜像 都无法使用 生成的ISO只有3.73兆 明显文件有问题 第三个功能是备份还原 可以把当前系统打包 还可以在已经打包好的系统备份上 进行增量备份 但这个备份的镜像 我就 没有还原成功过 后来 在我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之后发现 这很可能是PE的引导用问题 需要去用BIOS手动选择才能正常进入 也就是说 用这玩意儿部署的PE引导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啊 玄学 系统备份功能导出来的镜像倒是没什么问题 可以用EASA进行安装还原 还有一个槽点 这个备份系统默认的最大压缩速度是真的慢 而且并没有节约多少空间 推荐选择仅存储 另外 每次不管是安装系统 PE还是备份 每一次用的时候都要再线下载一次资源包 这玩意儿你就不能一次下好 留在本地重复使用吗 那么总结一下 SYSI目前看来功能还是相当不完善的 我先阶段不会推荐你用它 但作者Vircha Halibari说了 这转件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有不完善的地方也很正常 希望它能像HAPPY一样 在接下来的更新迭代中变得越来越好 不过 诶 作者目前还是学生 开发HAPPY的时候还在上初中 现在应该已经上高中了吧 学业为重 软件慢慢来 不急 那吧 我是孟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